距今约2500年前 北印度可仰望远方喜马拉雅山峰的高原上 有只释迦族以加皮罗魏为中心建起了一个小国 这是某年春天的事 加皮罗魏成近范王的王妃 摩耶夫人回娘家天壁城待产的途中 途中摩耶夫人一行在蓝皮尼园休息 园内有色彩缤纷的花盛开着 其中有棵红花格外美丽的菩提树 夫人在树下产下了太子瞿坛西达多 也就是后来的世尊 据经典记载 世尊落地后行走七步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高声唱道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天上大受感动 降下感动之雨 世尊走的七步 其中六步是六道 也就是地狱 恶鬼 处生 修罗 人间 天上这六个迷惑世界 而第七步是超越迷惑世界 进入悟道世界之一 世尊的生日据传是四月八日 现在是以花季的形式来庆祝的 母亲摩耶夫人在产后的第七天去世了 抚养西达多的是姨母 摩科波舍波提 西达多文武双全 及全国民的希望于一身 但是 西达多生性多愁善感 随伴禁饭王出席农耕祭的这一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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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被小鸟吃掉 小鸟再成为鹰的食物 看到生物互残的光景 西达多太子 日日闷闷不乐陷于沉思 看到西达多忧愁的样子 父亲禁饭王也不禁痛心 我王使尽了各种的方法 想让西达多能够快乐起来 当西达多成人时 更接来美丽的耶稣陀罗公主 举行盛大的婚礼 可是西达多的心事并未消除 有天 西达多走出东门到城外去视察 啊 那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老人啊 哎 快点滚开啊 不要催他 有一天 我也会跟他一样年老蹄衰 又有一天 西达多走出南门 停车 那是什么 是一个病人啊 好像得了重病 非常痛苦的样子 有一天 我也会跟他一样生病 辗转痛苦 又有一天 西达多走出西门 那是什么 是送葬的行列 遗族正抬着死人去埋葬呢 有一天 我也会像他那样死去 我们都会衰老 生病 然后死去 想到这里 眼前短暂的快乐 马上变成了痛苦 人世间充满了痛苦 我到底 应该依靠什么 活下去 最后西达多又走出北门 车逆 是 前面那位是 是修行者 为了求道离家 顿入山山林野 做各种修行的人 他们叫做修行者 多么朝义的态度啊 我也要像他那样的离家 为了求道而修行 只要能够挣脱这些的痛苦 不论是多么痛苦的修行 我都甘愿忍受 这就是四门出游的故事 坚定西达多出家决心的 根据传说 是因为这一段遭遇 不久 太子妃生下了男孩子 好可爱的小孩啊 可是 这却是我求道的障碍 因为这句话 王子就取名为 罗侯罗 也就是障碍的意思 西达多二十九岁 经过了多番考虑 实行他多年夙孕的日子 终于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你带我转告 我的父王跟母后 请他们从今以后 不用再担心我了 是 不要哭 扯尼 真正属于我的生活方式 现在才要开始呢 太子 你要保重 就这样 抛弃父母 妻儿 国家 国家与太子之位 成为修行者的西达多 长途 长途跋涉 来到了摩羯陀国的国都 王舍城 王舍城 是当时印度最繁荣的都市 而且聚集了许多的修行者 摩羯陀 平平 苏罗王 眼光落在西达多的身上 把那位年轻修行者招待到宫中 原来你是世家族的太子 难怪气度不凡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就留在宫殿 做我的心灵之友吧 如果你要求 连国家都可以分一万给你 我是为了要求道而出家的 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所以 原来如此 可是 我现在还在修行 请容我告辞了 请慢着 在你临行之前 有件事情我要拜托你 如果你悟到了以后 无论如何 请你一定要回来开导我 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拜托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西达多接着一一拜访 求教当时著名的修行者 但是 他们的教义都不能满足他 觉悟到 只有自力追求真理意图的西达多 进入乌鲁贝拉的林子内 尝试各种的苦行 后来 五个修行者加入西达多 据说 这五个人是爱子心切的进犯王派前来的 可是 西达多的苦行之剧烈 令他们不禁打从心底站的 有时一天只吃一粒米 有时滴水不进 更有时做不呼吸的苦行 他死了吗 好像是 就算是习惯修行的人 也不可能撑入这种苦行啊 等等 你看你看 好厉害啊 大约六年 西达多一直不断地苦行 但是 只见身心日渐的衰弱 却不见任何的成果 这样下去不行啊 一定是哪儿不对啊 琴弦转得过紧 琴弦会断 过松则声音不成形 所以不紧不松 是最适宜的 请弦转得过紧 转得过紧 转为断 过松则声音不成形 所以不紧不松最适宜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这 你要中断苦行吗 我想要选拨 我想要选择中刀 中刀 过度修苦行 和过度的奢侈是一样的 只不过会损害身心 无法误道 从现在开始 我要以健全的生活 取回健康的圣体 以安稳清朗的心情求道 他说什么 我也不懂啊 西大多离开林子 走入宁莲禅河 沐浴静深 这时候 来了附近村子的 傅家姑娘 苏陀佳 修行者你好 我的名字叫苏陀佳 这个是我家最好的米 和牛奶煮成的粥 请您喝 不要客气 谢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搞什么鬼啊 看来他已经堕落了 我不再认他是同伴了 我们到别处去修行好了 好 经过苏陀家的供养 恢复力气的西达多 来到了家野 坐在树下 再后来 被称为佛陀家野的 这个地方 西达多 西达多进入了深奥的民司 过了几天 伟大的瞬间 刻刻接近 这时 想妨碍西达多悟道的 恶魔王出现了 恶魔王 先送上自己的女儿 想诱惑西达多 西达多 看看我的美丽女儿 摸摸她们 抱抱她们 她们都随你处置 恶魔王 接着以财富和权力的运货 想诱惹西达多 西达多 西达多 我给您世上所有的财宝 给你支配世界的地位与权力 唯一的条件是 你要挺从我的命令 而魔王接着想以暴力 胁迫西达多 你想固执到什么时候 西达多 再固执下去 你就没命了 救命吧 魔王 住手 我已经到达生死彼岸 你们所使用的武器 根本没办法伤害我 魔王啊 消失吧 战斗结束了 魔王和其一组的出现 就是西达多内心的烦恼 战胜诱惑的西达多 在12月8日黎明 东方小白石 打破烙病死等苦恼的根源 无名 悟到了完全的真理 渠谈西达多 此时35岁 这就是所谓的成道 之后 西达多被称为 释迦摩尼佛世尊 也就是释迦族的圣者佛陀 在此我们简称为世尊 成道后 世尊停留在家野 沉浸于悟道的喜悦中 过去使我痛苦的烦恼 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是多么广而深的喜悦啊 就算这样死去 我也不会觉得遗憾的 悲鸣苍生 这时出现的 是印度的最高神 范天 你辛苦误得正法 不就应该将法 广传给世人吗 我 我担当不起 你想做事不管啊 这样下去的话 世间一定会灭亡 范天啊 我现在所悟到的真理 过于深奥 唯妙 困难 普通人是不容易理解的 可是世间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能够接受你的法的 对不对啊 世尊啊 希望你务必为他们说法 也希望你拯救世人 脱离灭亡的阴影啊 这是你的责任 你说得很对 我实在不应该让悟到之乐 独留在自己心中 我应该为烦恼痛苦的人们去说法 分享悟到的喜悦 拯救世间 这就是从今以后 我所要做的工作了 决心说法的世尊 最初遇到的是名叫幽婆家的修行者 你看起来似乎修行有方啊 请问你出家目的是什么 还有师出何门呢 其实我并没有师父 哦 我靠着自己的力量而知道一切 抛弃了所有的执着 然后才悟到的 哎呀 你真是不得了啊 优婆家失去了成为 世尊第一位弟子的机会 处于重视失传的印度 自然不易理解世尊的新思想 世尊后来来到 瓦拉纳西郊外的鹿野院 这里有他以前的修行同伴 他来了耶 装作不认识他好了 不必理那种堕落的人 我悟到了 我想把我悟得的正法 先传给跟我共同修行的你们 原本是洋庄不认识的五个人 越听越被世尊自信的说法所吸引 最后五个人都成为世尊最初的弟子 这个就是初转法轮 佛教最重要的佛法僧三宝再次聚集了 世尊是对象与地点 巧妙的说法 一路旅行传道 弟子一个一个地增加了 智慧第一的舍利佛 神通第一的墓连 修投驼行 后来召开经典集结的大加色 随世世尊身旁 暗记所有说法的阿难 被笑为愚人而以一把扫帚误道的周历盘特 奴隶出身而不分彼此被接纳的幽伯理 因为世尊特别注意 不让支配印度社会的阶级制度带入教团 所以弟子们人人平等 然后世尊又照约定拜访 王舍成向贫皮梭罗王说法 贫皮梭罗王大喜奉献竹林经社 作为弟子们的宿舍 王舍成旁有座灵鳩山 世尊就在山上解说无量寿经 然后又向韦提西王妃说官无量寿经 珍贵的念佛之教终于出世了 和摩羯陀并列的大国 居萨罗也有人奉献奇缘经社 世尊解说阿弥陀佛经之处 就是在奇缘经社 因为世尊不论平复平等的传教 听取教法的人超越阶级与国界 佛教传遍了印度全土 传法这件事 取车轮前进做辟语 称为转法轮 世尊就是这样一生不断的转法轮 八十岁的世尊依然继续 他的步骤之旅 途中世尊在肺蛇里生病了 只有阿难还有几位弟子随室在旁 您可以坐起来吗 世尊 总算舒服点了 那太好了 老实说 我一时担心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因为世尊您 迟迟未选出继承弟子 来传秘典 所以我希望世尊 您能够考虑一下 不知道世尊心里面 是不是早已有了决定了 阿难啊 是 现在你还在期待我什么呢 我已经是设法 说尽了一切的真理 如来之教 是完全没有需要隐瞒的密点的 是 您说的是 其他的人也用心听 现在我已经老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以自己作为灯火 依靠自己 不依靠别人 要以法 作为灯火 靠法 不靠其他的 世尊后来走到了 波婆地方 向打铁匠 准驼说法 准驼非常地高兴 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家里 准驼 准驼供养的蘑菇料理 成了世尊最后病发的原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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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 请珍做一下 我没事 去 去居施纳罗吧 都是我不好 请你原谅我 尊驼 尊驼啊 不要责备自己了 啊 你对我的供养 跟过去苏驼家 给我的奶昼 是一样的诚意的 世尊忍住剧痛 走到居施纳罗郊外时 世尊已经连走都走不动了 在那树间破个床 我想躺下 是 阿乃 是 这么多年了 谢谢你一直在旁照顾我 世尊 阿乃 不要哭 我 我 过去 不是经常告诉你们吧 不论是 多么深爱的人 总有一天要分开 有生就有死了 这是不变的道理 是 阿乃 我在这里 不要认为 我死了 你就没有师父了 我说的法 就是你们的师父 你们的灯火 我知道 世尊 万物 永远在转移 变化 希望人们 勿放异 勤修行 世尊 世尊进入涅槃了 可是 世尊的教法 在后世 骗及全世界 2500年后的现在 依然活在 我们的心中 平等无师的世尊 平等无师的世尊 一起到镇上托波 托波 是指拿着波 接受人们奉献的食物 与生活必需品 消除人脑 媒体 动不了了吗 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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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又坏了 给我那个吃嘛 给你吃 给你吃 阿南得到好东西了 这个就吐在我房间的墙上吧 是 刚才还差点骂了他们呢 世尊 这是他们诚心送的 他们能这样 我很高兴 差点做错事 有抽味 真的呀 有抽味 真的呀 这什么味道嘛 尼奇 尼奇来了 来的人是尼奇 他是当时印度奴隶身份中最低的一级 他的工作是把街上的大小便捡去丢掉 这是出生就已经决定的了 没有办法改变的工作 站住 这里是我们游戏的地方 好臭的味道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可是不经过这个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到大家的家里去啊 我的宝物给华人都臭掉了啦 就是嘛 你们不要这个样子 求求你们让我过去吧 求求你们让我去 不行 到别个地方去 请你们住手 请住手 走开 住手 你们这些小孩在做什么 我没有关系 世尊 这怎么办 你起 你去哪里 真是对不起 世尊 请你不要过来 您的身子会脏的 把你的担子放下 过来我这里 你以前不是常说想要听我说法吗 我是说过 可是 我说给你听 可是像我这么肮脏的身份 我 我的法有如流水 什么人都可以喝 什么人都可以听 世尊 您说的都是真的 孩子们 到这儿来坐着 小心 有时候想骂我们 我不是要骂人 我只是想说故事 他说要说故事 不可能啦 笨蛋 我们可不听人家说调的 你们放心 大部分的故事啊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啊 巴拉达 对 那么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深山里头有只蛇 它的身体像人一样粗 长的可以从这栋房子 连到那栋房子的大蛇 这条蛇 这条蛇的头在前面 它的尾巴在后面 然而有一天 尾巴开始对头抱怨了 这条蛇 阿头 什么事啊 阿伟 今天我不想跟在你后头了 真是的 我要走在前面 别傻了 以前一直是我在前面 你就乖乖跟在后面吧 你能走 你就走走看好了 怎么样 走不动了吧 我输了 你走前面吧 我走了 要去哪里 你问我 我问谁 好动 你要去哪里 我说就走 我这边危险 我早说过危险的 眼睛看不见的尾巴 带领着头掉入了燃烧的火洞 被烧死了 你知道吗 蛇的头是我 蛇尾巴 就是你们 我们 不错 我以看透 事物道理的智慧之眼 想要教导你们 可是你们没有智慧之眼 而且还不听我的教导 他说我们是尾巴 是没有智慧的尾巴耶 太过分了嘛 叔叔 你把人当傻瓜了是不是 你们生气了 哈哈哈哈 跟故事里动不动就生气的鲁莽青年一样 那是什么故事呢 那什么故事呢 在某一个镇上住着一个年轻人 有一天 这个年轻人经过一间房子 听到里面的人谈到自己 那个年轻人是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太暴躁 把什么 把什么 而且他非常的鲁莽啊 说的是啊 你说什么 我何时生气了 我何时鲁莽了 你说你说 现在不是生气了吧 你刚才不是揍我了吗 刚才 对不起 对不起 巴拉达 你想像那个年轻人一样让大家笑吗 我知道了 就尽量的听吧 江达 怎么样了巴卡 我可不要 不逼人说教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已经懂了嘛 我干嘛去听他说教呢 巴卡 听你现在说的 你好像认为自己很聪明 对不是 难道我不可以认为自己很聪明吗 有一个地方 正好有一个像你这样 认为没有人比自己更聪明的旅人 这个旅游者搭上了船想要渡过大河 这个旅游者搭上了船想要渡过大河 那就糟了 我好想请船夫帮我捡啊 可是他好像很忙的样子 嗯 对了 就这样子 很少人像我这么聪明吗 嘿嘿嘿嘿 嗯 什么都没有啊 不可能没有啊 那是我贵重的银器啊 你再仔细找找 真的在这里吗 当然啦 掉下去的时候我在这里做了记号咧 你看清楚没有 在这儿 记号 什么时候做的 在过河的中央的时候啊 哎 嘿嘿嘿 客人哪 船随时都在动呢 在动 在河的中央掉下去的东西 自然会沉在河底了 在船上做记号 也不会跟着记号走的 说的也是啊 好 看起来好像很聪明 事实上却很笨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们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 大家一开始都是愚蠢的 所以必须要找好老师学习 是尊师说必须要学习 对的 嗯 那我才不要 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亚沙头脑不太好 嘿嘿嘿 我等到长大以后 头脑聪明了再来学好不好 那样的话就来不及了 会跟想收集牛奶的愚笨人一样 有一天这个愚笨的人想要招待几个客人 打算挤牛奶请他们 我要这样不够啊 把每天挤的奶收集起来 再请客人来吧 嗯 可是这样牛奶又会酸掉了 真是上脑筋 哎 对了 就暂时不要挤嘛 每天存在牛的肚子里面 嘿嘿嘿 这样奶就不会酸掉 对对对就这么做好了 我真聪明了 不可以喝了 快过来过来 从那天开始 这个笨人每天都不挤牛奶 也不让小牛喝奶 过了一个月之后 谢谢大家光临寒舍 请大家等一下 等一下 嘿嘿 我马上把刚刚挤的牛奶送来 嘿嘿嘿 让大家喝个够 牛奶一定是积了很多了 这次就看你的了 奇怪了 怎么一滴都没有 怎么搞的 快点出奶 怎么会这样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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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救命啊 这个愚笨的人 因为不挤乳牛的奶 也不让小牛去喝奶 在这段期间 乳牛的奶就干了 如果你们不趁现在 有心赶快学习 以后就会像这个愚人一样 欲哭无泪 是 我马上学习 真善变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学习 就可以马上变聪明了吗 是真 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 好无聊 那我不学了啦 嗯 我也不学了 智慧是靠持之以恒的学习得来的 像一夜之间变聪明的人 就像直接建三楼房子的有钱人一样 有一天 那个有钱人在街上看到一栋气派的三楼房子 好棒啊 我已要建一栋三楼的房子 公投 老板 你在干什么呀你 我照老板说的 在建三楼的房子 老板 这不是一楼吗 就是要先建一楼 然后在一楼上面建二楼 最后才盖三楼 谁叫你建一楼二楼的呢 我只要三楼就可以了 老板 这不可能 我性子急得很 别要啰嗦了 快给我建三楼的房子 快点 我建 我建 建了就可以了吧 老板建好了 这样就好了 可是公投 我要怎么上去 老板爬柱子上去 什么 爬柱子 没有一楼二楼 只好这样了 老板请吧 请 公投把我推上去 后果我可不负责 老板 真是累死我了 真是累死我了 所以我说嘛 这我不负责 我不负责 知道了吗 姜达 尼莎卡要变聪明 必须要持之以行的努力 没办法 只有努力了 我也是 这个我最会努力了 这个倒是雅上的专长 好了 现在大家有学习的心了吗 我是释迦族人 姓渠坛 是释迦 我有听过耶 就是嘛 我就知道是他 你少捧你自己了啦 好臭干 我一直想 我一直想除去人们愚蠢的迷惑跟痛苦 想尽办法引导人们到贤惠清静的佛境地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需要漫长的忍耐 所以不可以明天学习 现在就要开始 我们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着手 今天我只想要你们了解一件事 停止一件愚蠢的行为 愚蠢的行为 就是像刚才你们欺负尼奇那样的行为 我问你们 刚才为什么要欺负尼奇呢 住手 不要丢失他 滚到别地方去 来 说说看 为什么要欺负他 那是因为 那是他很臭 他很脏 对啊 他又臭又脏的 这是因为尼奇他要负责清除乌物的关系 你们之中难道有任何人不制造乌物的吗 你们有自己清理的吗 那么你们想想看 是谁替你们清理的呢 尼奇叔叔 尼奇叔叔 是 是他 也就是说 你们都受到尼奇的帮助 你们不但不知道感谢还欺负他 这就叫忘恩负义 对了 某个国家 有一个叫忘恩负义的商人 有一天 忘恩负义跟同伴乘船出海 突然 海面发生强烈的暴风雨 传承了 像山崖寺的巨浪几乎要吞没它们 飘流在海上的商人们 得到了一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大海龟救助 这是 这是海龟 海龟在救我们的 写天写天 写天写天 这是海岛 它没有岛 海龟把商人运到了岛上 暴风雨也停了 得救是很好啊 可是岛上没有甜肚子的东西 肚子好饿 饿死人了 你们看 睡得正熟 把他杀过来吃吧 这太过分了吧 就是他救了我们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太过分了 那你就不要去 在海中没死 死在这里还不是一样是死啊 好啊 吃饱了耶 可怜的海龟啊 真是 你就是吗 别傻了 人是不能心软的 那是什么声音啊 是下岛朝这边过来了 快逃啊 快逃啊 救命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救命啊 忘恩负义三个人大声求救 可是已经没有海龟来救他们了 好了 难道你们想像这几个商人一样被称作忘恩负义吗 我不要 我也是 我也是 好了 那么大家就为了刚才的行为向尼奇道歉吧 快向他道歉啊 这怎么可以呢 我可担当不起 尼奇 我才不要呢 尼奇是奴隶 尼奇 他的等级是最低一级的了 我绝不会向他低头的 不可能 巴卡 你错了 不 巴卡少爷他说的对 我是镇上 出身最低的 而且做的是又丑又脏的工作 被人家讨厌那也是应该的 他们会欺负我 我完全不在意的 尼奇 你的想法也错了 人不因出身而尊贵 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人本来就没有差别 造成差别的 就是巴卡你的自以为是 你认为只有自己聪明伟大 可是却深深刺伤了尼奇的心 这件事一定会危害到你自己 就像是双头鸟一样 那是我的呀 你真是不要脸呢 真是 你不要欺人太甚 每次都把好的抢走了 你太过分了 我不想再跟你这个臭头在一起了 你给我滚开 不可能 我不能够再忍受你了 快点滚开 快 你叫我怎么滚 好啊 骗她吃上面的毒果子 叫她吃吃苦头 是我错了 我们和好吧 上面最好的果子让给你 是吗 不好意思 看着好了 看着好了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我叫你痛死 为了要报复另一个头 最后也害到了自己 两个头共有一个身体 可是却忘记自己是处于同一条船上 世上的所有生命息息相关 连结成一个大的生命 我跟旁边的阿南 你们每一个人 巴卡 还有尼奇 大家都是同一个生命的兄弟 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尊重 和平相处 不可以自以为是 伤害别人 歧视别人 还有尼奇啊 是 您做什么 请您放开 我这么卑贱的手 不可以看清自己 我很脏啊 一点也不脏 这双手做的工作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 你清除人们家里的不敬 我则清除人们内心的不敬 在我的看法 这两件事同样是高贵的工作 尼奇 你跟我是一样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站起来吧 是 孩子们 你们知道了吗 是 是 知道了 巴卡 你呢 我错了 我认错 好极了 现在你应该先向尼奇道歉 对不起 尼奇 没关系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欺负你的 对啊 我也错了 谢谢你 谢谢你替我们清洒 谢谢你叔叔 谢谢你叔叔 不 没什么 我也要谢谢你们啊 谢谢 十分 我真不知道 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不必道谢了 这是我的工作 你的大恩 我是永生难忘 以后再见吧 想听我说法的时候 欢迎随时到京社来 我一定会去的 师尊 孩子们 再见了 师家叔叔再见 再见 师家叔叔再见 这是多宝贵的一段说法 师尊 我也从中会议相当的多 就该感谢那些孩子 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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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孩子 永远记得世尊的这段说法 而尼奇在后来也成为了世尊的弟子 基因 至今 2500年以前 尼泊尔与印度的国境附近 有世家族的国家 其国都是加皮罗魏城 这是身为释迦族的王子 居于加皮罗魏城 却契承出家 修行 悟道成佛 说法拯救众生的世尊的故事 世尊带着许多弟子回到故乡 加皮罗魏城来了 这一年 世尊年方三十六岁 据说是他离开故乡七年后的事 加皮罗魏城的宫殿 为了迎接世尊的归乡而沸腾 连宫殿外 也有许多人等不及 走到街上翘首盼望 世尊的事啊 没有我不知道的 我什么都知道 他那原是本国的王子 在国王晋贩王的城里头 和美丽的太子妃耶稣陀罗 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 但是在七年前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总之这事情是非常的复杂呀 你等死我了 小心点油玻璃啊你 可恶 油玻璃小心点 对不起对不起 被骂的是礼法师 幽玻璃 虽然年纪还很小 因为手艺巧 在宫殿和城里有许多的顾客 请问后来他怎么样了 就在七年前呢 他忽然放弃王子的身份 他出家了 走到南方遥远的国家 然后在深山林子里不断苦行了六年 最后他终于那个了 他得道了你知道吧 得道是什么 那是很了不起的宝物 有了那个宝物 世上的烦恼痛苦 马上就消除了 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 人们想分享那个宝物啊 正着要成为士尊的弟子 现在啊 他的徒弟据说超过一千人呢 请问 那个宝物是什么形状的东西 能不能告诉我啊 呃 什么 你说你什么都知道的 呃 是啊 那就请你告诉我 能分给一千人的宝物 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赶快告诉我嘛 呃 呃 呃 就算是我 偶尔也有不知道的事 别害我丢脸好不好 小鬼 不准害主人丢脸 对不起 谁知道了 谁知道了 我最宝贝的胡子 你看看 你做什么把我胡子都给弄断了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不可原谅 罚他一百棍子现在就开始给我打 我知道了 变得这么丑了 别怨我 好啊 我会慢慢的打 这样比较不会痛的 你放心好了 不行 请你尽快的打完 快 可是那样会痛的 快点 快点 你在做什么 能不马上消除百脑痛苦的宝物 我也想分一点 如果不能分到至少我要看一眼 我去找你 奇怪了 根本就没有宝物 这是一个脏波 世尊手上拿的只是一个脏波 可是 多莫慈祥的脸 多莫尊贵的身影 如果能在他身边待三天 我就是死也甘心 在宫殿的南门前面 父亲敬范王自己 骑在白巷上的金鱼等待 衣着华贵的家臣和女官们一字排开 等待世尊一行人的到来 太子 我等得快不耐烦了 你瘦了 七年来 你一定产了很多苦 多年来让你担心了 实在是过意不去 算了 先进去里面休息吧 还有你的弟子也进来 过来吧 牛玻璃 今天你不必来礼法了 求求你 请让我进去 我想听世尊说话 好不好 什么 你少说梦话了 赶快滚回家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看看自己的身份 又玻璃听到这句话 一句话都无法回答 以法师的身份 在当时属于守陀罗 也就是奴隶 当时的印度 大略分成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婆罗门 也就是奉神的祭司者 第二个是沙地利 也就是国王与其家属 接着是肺舍 也就是从事生产的人 最后是守陀罗 是服侍上面三个阶级的奴隶阶级 在下面还有被称为非人 不被认为是人的族群 人们已出生被决定属于哪个阶级 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 当然喽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自然没有资格听世尊的话 可是 可是我想听嘛 什么东西啊 好战 好战 看到了 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宫殿 你现在就已经击沉我 成为伟大的转轮王了 不怕 告诉我 你对宫殿生活哪里不满了 我对宫殿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 所以我才害怕 认为理所当然的年轻跟健康 不 甚至是生命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不怕老 不怕病 不怕死的真正的平稳 为了追求真正的平稳 所以我才离家 开始的时候 我逐一拜访得高望重的仙人 请求教导 却没有遇到能满足我心的名师 于是我自己躲入林中 尝试各种苦行 经过了六年 只见身心日益衰弱 不见任何成果 于是我放弃了无意的苦行 离开了林子 走到尼连禅河岸沐浴 得到牧女一碗乳迷的供养 恢复体力 然后我下定决心 在一棵大菩提树下 进入冥想 最后我终于悟到了真正的道 道 终于找到那个宝物了 我悟到了 人类的一切痛苦都起源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原来不是宝物啊 我更深入悟道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等一等 心灵的平和 这可能是比宝物更珍贵的话了 对 我一定要听得更清楚才行 那边好像有人 那边是狗 原来是狗 走开不开来这个地方 快走快走 再见 不 那个孩子什么时候进宫的 且说这边的宫殿大厅 世尊正想将自己的弟子 介绍给城内的人 可是父亲 靖范王 怎么也无法由衷的高兴 因为他还在乎 世尊一行人的寒酸衣着 这 你的徒弟 似乎个个都是身份高尚的婆罗门 可是很抱歉啊 个个看起来面容憔悴 一脸的贫相 还有那这这衣服呢 也太寒酸了 我看呢 就让我送给你 还有你的徒弟 一些新的衣服穿吧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为你在林中建京社吧 我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是 对了父王 公主呢 我说 耶稣陀罗 听到你要回来的消息很高兴 结果呢 今天你到了 他就说 他身为妻妇 无脸见人 把自己啊 关在房间里 不看你就自己去见他吧 我知道了 不禁罗师啊 你看怎么样啊 从我们高贵的世家族人中 选择一些精英 送去做太子的弟子 围绕在太子的身边 壮大他的声势 你认为怎么样啊 真是个好主意 那么明天我就去剃光头 准备服侍世尊 除了国王之外 世家族地位最高的 就是我了 你愿意去啊 我现在呢 就去拜访每一个家庭 叫他们派一个年轻人出家 成为世尊的弟子 哎呀说的好啊 目见罗师 只是太感谢了 晚霞照射着美丽的宫殿 世尊与妻儿 耶稣陀罗 罗侯罗 相隔七年的再会 耶稣陀罗 七年前我离开这个房间 离开了你跟罗侯罗俩人 可是那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 我对你的爱一直不变 请你谅解 我认为不论有多令人心罪 男女之爱终究只是执着 只是迷惑 会带来忧愁跟悲伤 该舍的是执着 该取的是真道 该取的是永远不变的真道 如果可以的话 耶稣陀罗 请你也舍弃执着 跟我一起为了更大 更广阔的真道而活 你觉得好吗 怎么样 过来罗侯罗 你长大了 变得这么重 这边是宫廷外 睡在自己家中的幽玻璃 人类的一切痛苦都源起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解脱自己 我们才能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多么奥妙的话呀 对了 成为世尊的徒弟就可以每天听到这种话啦 对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我的身份这么低 他不可能生我当徒弟的 为什么我会生在这种身份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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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早上 游玻璃受到长老木剑罗氏的召唤 带着剃道出门了 游玻璃 这么慢才来啊 对不起 你先剃掉我的头发和胡子 除了我之外 还有他们也是 大家都要剃啊 是啊 每一个都要剃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要和他们一块去当世尊的弟子 你知道了吗 当世尊的弟子 世尊一行人 昨天晚上住在郊外的林子里 所以我们必须赶在惊天过去 快点 不然天要黑了 是 这不是做梦吧 我一定要试试看 就是现在 要做只有趁现在 你在哭什么 跟我们离别有这么悲伤吗 那只是原因之一 大家都出家 走了 明天起活该靠什么生活呢 想到这里我就好悲伤 说的也是 大家听着 把身上的饰品留下来给他 出家的话 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用了 你可以全部拿走 幽玻璃 有这么多了 你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怎么又哭了 这一次她是因为变成有钱人高兴的哭了 不是了 拿下这些 等于我把各位丢弃的执着跟欲望拾起来一样嘛 我的烦恼痛苦反而会增加 真会出难题啊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求求你们 做侍者也好 请带我一块去 以后我会再找机会 请世尊收我当徒弟的 好不好 求求你们嘛 你想做世尊的弟子 就凭你 不见罗氏长老 胡说什么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带的个个都是世家族家世良好的英才 目的就是要壮大世尊的生事 如果夹杂一个奴隶在内 你想想看 有如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 荒唐 出发了 你就带着氏皮快快回家吧 果然是不行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难道就永远无法得救吗 不行 要放弃还太早呢 我还有最后一招 我何不干脆直接去向他请求呢 不算意 不单 不算意 对 大一门 不算意 不算意 对 哪一门 师傅 师傅 你怎么回事 理法师优玻璃 我是加皮罗未成来的人 世尊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像我这么卑贱的人 真的不能成为您的弟子吗 世尊 你是想出家吗 是的 我想向您学习脱离痛苦与烦恼的方法 能不能告诉我 可是我的身份是守夺罗 奴隶 不能成为弟子 成为侍者 仆人也好 是罪 有玻璃 是 水可以止渴 那么有这个人喝了止渴 那个人喝了却不能止渴的事情吗 这是 火把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 有那边明亮这边黑暗的是吗 没有 我说的法有如水与火把 那是没有以身份来选择对象的 这么说 有 油脖离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弟子了 谢谢你 分配给你规定的袈裟 永远别忘了这份热忱的心 要好好学习 激励自己 太子 我依照约定带了年轻人来了 你看看 这下子您的声势可就壮大不少了 不过这野素实在不太好 我马上命令大家楷树建经社 木剑罗石 你叫我吗 现在我也算是你的弟子 被你知乎名字也没什么不对 你们穿的衣服 对学佛法的人来说太华丽了 请换上这边的衣服 这些衣服 你给我好一点的衣服吧 我也是啊 我也要 这时候 世尊心想 仙境的弟子们太傲慢了 于是决定借幽玻璃 使世家族的公子们摆脱傲慢之心 弟子们啊 现在要举行入门仪式 你们就按照顺序向众位师兄行礼吧 好 嗯 嗯 嗯 你不是幽玻璃吗 你在这儿干什么吗 干什么呢 幽玻璃比你们更早成为我的弟子 可是 可是他是卑贱的守陀罗 释迦族长老的我 岂可像这种东西低头 岂有此理 低头还不够 必须像刚才对其他人那样屈膝礼拜 什么 就算杀了我也不做 为什么 身份之差 尊贵与卑贱 全是傲慢的人创造出来的 不过是梦醒就消失的幻影而已 万物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哪里有差别呢 人不因出生而尊贵 不因出生而卑贱 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因行为而卑贱 你向幽玻璃屈膝行礼吧 可是他是奴隶啊 奴隶不正是你吗 我 你现在不正是傲慢与烦恼的奴隶吗 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可是只有他 只有幽玻璃 要是没有你 我就会在这丢脸了 你太可恶了 都是幽玻璃的错 都是幽玻璃的错 这猛头小子 够了世尊 我果然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 对不起 幽玻璃 幽玻璃 你没有错 错的是世家族的人 错在你们的傲慢之心 明知是自己的错 你们还是无法改变行为 这就是傲慢的心 而这个傲慢的心 正是为世界产生更多差别的根源 而这个傲慢的心正折磨着你们 正烦恼着你们 这 世家族的人 现在马上丢弃傲慢之心 向幽玻璃行礼吧 这么说 刚才我的愤怒与痛苦 不是幽玻璃造成的 而是我那傲慢之心造成的 这并不是我说的法 而是万物所说最尊贵的法 原来如此 如果我能够舍弃傲慢之心 痛苦跟烦恼就会马上消失了 原来如此 是季原来如此 是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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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我消除了傲慢之心 谢谢你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这时候 大地 山林 河海 都感动地颤抖了 天上传来布局的歌声 后来 有玻璃努力地修行 列入了世家十大弟子之一 他遵守戒律 被称为持戒第一 另外 世家族之中 也出现了如阿南 南陀 罗侯罗等了不起的弟子 目前算起 约在两千五百年前 印度的摩羯陀国首都 王舍城附近的林子里 来了一位旅人 母舍城附近的讨县 你总算来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你就是我多年寻找的师父 我也很高兴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真道 我就告诉你吧 大家瑟 是 佛典故事大家瑟 经典的开始 等待旅人的是世尊 旅人则是常年来 一直寻找名师的大家瑟 如果我不知而却说知 为悟道而自称悟道 那我的身体将当场分成七块 是 于是 世尊当场遵遵述法 大家瑟一句不漏地专心地听着 大家瑟 这个人叫做大家瑟 从今天起就是大家的同伴了 这个人 这个人好脏 就是 欢迎来到竹林经社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请尽量告诉我 他连寒暄好像都不会 欢迎 这里的修行可是很严格的 是 捡那种家伙回来 世尊也真会自找麻烦啊 在世尊门下修行的 有各种规矩 其一就是 居住远离人烟的山林中 以每日的脱坡维持生活 脱坡对象不可分平复 一日只许用餐一次 只能穿破步缝成的衣服 其他的东西都不可带等等 有许多严格的规律 大家瑟高兴地遵守规律 不落人后的擒作修行 可是 弟子之中也有厌恶大家瑟 不时在背后毁谤的人 有个难题 他还没有动啊 哦 我看看啊 惊人啊 他已经连续三天了 到底在想什么啊 八成是什么都不想 装模作样在头睡觉啊 ced 育定是这样的 ケ 整天到晚假装修行 那种男人会了解世尊说的法才怪呢 他大可早日死心逃出这里 吴义听到弟子们的话 世尊心想 有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大家色的优点才行 于是有一天 世尊召集弟子们说法的时候 好重啊 好像从勒斯敦爬进来哟 世尊看到大家色过来 马上讲起教法中最难的部分 可是弟子们完全听不懂 万法唯心所造 一切因缘生 一切因缘灭 好 你们都知道了吗 你懂吗 你懂吗 我并不懂 你呢 我也是 请原谅 是吗 你们都不懂 大加色 原来你在那里 你的座位在这里 过来坐吧 这是为什么啊 刚才我说的 对大家来说好像太难了 大家色过来这里 你代替我 你代替我 以比较简单的说法再说一次 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弟子在这儿谢谢师父的好意 可是我没有资格坐在您的旁边 更何况是要带师父说法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够接受 我只要在师父门下 一个人静静的享受法的快乐就行 大加色 师父难得 没有关系 随大家色的意做吧 大家色在遇见我的第八天 就已经得到佛道之心 更从之后的修行 脱离欲望 知足 不做无意的言语 彻底的实践教义 今后各位的行为 都应该向大家色学习 所以我说嘛 大家色他不是一个普通角色 说谎 你毁谤奸重伤 毁谤人是你 你还说别人 你说什么 吵死了 我不承认 那个男人 拒绝说法 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可是世尊他 世尊他偏信 哼 一点都不好玩 除了顽固的 幽婆难题之外 再也没有人说大家色的坏话了 从那之后 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大家色为 沉默的男人 沉默的男人 年轻人 年轻时候 就讨厌世间所有的享乐 他期望出家 过着寻静的生活 可是却挡不住父母的要求 和富家女子拔驼 做有名无事的结婚 结果新婚之夜时 才发现 拔驼就和自己一样 希望出家求到 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 后来双亲逝去 两人继承了家业后的某一天 拔驼命令女仆们 把榨油的芝麻种子 放在阳光下晒 好多虫啊 要杀死这么多的生物 真是讨厌啊 没办法 这是夫人的命令啊 住手 住手 不用炸油了 今天大家都可以休息 快 住手 住手 不乖 工作停下来 今天大家可以休息了 好